位在台中大頓四屆上這棟大樓從蓋到賣 歷史25年最近換上了新裝準備重返市場 這棟豪宅的前身較萬事如意 1991年動工興建當時景氣好 規劃為超級豪宅每瓶開價35萬元 刷新台中單瓶的最高價 沒想到蓋好之後停工建商倒閉 自此成了台中最大蛋黃區的中錯豪宅 歷史25年終於有新的建商接手 規劃成三棟共73戶每一戶三面採光 未在鄭武奇生活圈內附近新城屋單瓶 至少開價三字頭以上 但中處豪宅已低於市場行情銷售 二月開賣至今已經銷售六成 所謂的爛尾樓在建商重新打造之下 重新站上市場 不過前期的修繕結構檢測水電食品屋公社 軟硬體設備更新就花了三億元 先對結構安全進行了嚴格的檢測 請結構技師重新鑑定 詳細的用電腦再重新計算過 證明它的結構安全 並且出具了結構安全證明書 一旁就是馬源投稀環境靜疫 生活機能絕佳 爛尾樓重新翻身 建商打出銷售不打廣告 降低成本祭出讓利價 不二價也不能溢價 一推出市場就銷售亮眼 東森新聞陳佳麟 吳俊翔在台中的採訪報導 至少